剛剛我們看過Cloud Animator 那現在來介紹一下萬彩動畫大師 他是單機版的而且只有Windows 但是沒有關係 使用上你會發現也蠻簡單的 你可以看到我們軟體打開之後 有沒有一堆範本 所以還是呼應我們剛剛講的 到處都是範本 所以你喜歡哪一個你就給他點一下 這個時候他會從網站上下載 我們剛有跟各位介紹過 他其實有兩個版本 我先稍微介紹一下 他有兩個版本在這裡 你直接進到這個地方 國際版的跟簡體版 他一樣要註冊 可是這兩個是不同版本 所以你同一個帳號不會互通 也就是你今天註冊的簡體版 國際版要用還是要註冊一次 你可以用相同的email 因為他兩個是不同的資料庫 好那這兩個最大差別在什麼 授權方案 國際版的是按月算的 所以要花比較多錢 你可以進來看一下 在這邊 好你看他的這個price 免費的不錯吧 可以10G 雲端的 好那剛剛我有介紹過 他有八個角色對不對 每個專案有五個場景 那如果你是付費的 他就一個月29塊或者是更多的 好一年的299還是那個企業版的 好企業版的 好那我們看一下如果你是 簡體版的 簡體版的 購買一次 終身有效 哈哈哈哈 這樣了解 OK喔 所以大致上新版本 他會先有簡體版 然後才會再有國際版 不過呢最主要就是說他兩個 註冊的帳號是不互相同 所以你要個別註冊 那國際版的比較單純 只要你要註冊的話 只要怎麼樣 打上你的信箱密碼 兩次就好了 他不會做驗證 但是呢 如果你是簡體版的 像我現在打開之後 你要註冊的話 他會做一個信箱的驗證 你看我們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登錄 好也就是說呢 你今天最後做好了 你要發佈 他一定要經過一個註冊的動作 你只要這邊註冊 就等於建立帳號 所以在雲端 所以你的這些內容 你在雲端上 他會幫你建立一個專屬的頁面 建立一個專屬頁面 所以我們現在呢 你就可以下這邊 有沒有打上你的 信箱兩次密碼 但是你要去搜一下信 我就等各位一下囉 來 那利用各位呢 你在等待這個註冊信的時候 我先介紹一下 你看我剛剛講的 其實像這些內容 編輯的方式 都跟Cloud Animator一樣 左手邊就是場景 就是我們講的頁面 講的時代 下面是不是就時間軸 功能都在右手邊 功能都在右手邊 所以像這樣子 你選好了一個範本 不要懷疑先預覽 你看 反正你也不知道它長什麼樣子 有沒有 好你就可以預覽一下 確認一下說 這樣子的 剛剛有一隻手伸出來 有看到 它裡面的跟在雲端的很大不一樣 就是它的範本更多 它的範本更多 然後素材更多 語音 文字轉語音的選擇更多 而且我們剛剛預覽的時候 有沒有它就照著這個順序 直接一直往下播了 因為我剛剛有特別強調 它是單機版的 所以其實 對我們來講 它受網路的影響 就相對比較小 剛剛Cloud Animator是 因為連系統都在雲端 那就要看 Server的狀況 還有什麼 網路的狀況 好 如果你不喜歡 你就這樣 就回首頁就好了 就回首頁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選很多 當然如果你真的想不開 你也可以用PowerPoint叫進來 但是通常我都不會叫你用這個 因為要用這個 你就回去用PowerPoint就好 幹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那 因為我們用的是免費版本 所以你看我們左手邊 有很多的販本 VIP就不要進去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要付費對不對 但是你進去了 我怕你會傷心啊 因為看了又不能用 不是會很傷心嗎 所以你就不要看就好了 好嗎 開玩笑 反正其實這個 販本也是一樣 一段時間又會增加又會增加 所以你可以先找找看 你想要的販本 看一下 不過呢 待會我們一樣要有 稚氣一點 不要直接套用範本 為什麼 因為啊 其實你如果直接套用範本的 你會發現要改不好改 真的真的 看別人的動畫是很棒 但是你要改不見得好改喔 為什麼 因為我要的跟你要的是 不一定一模一樣 那你硬要把我改成你的 你就會很痛苦 所謂的很痛苦就是 你看這裡 有沒有很多塗層都在這邊 對不對 你要改的話 要一個一個慢慢找 你可能要花比較多時間 過去我們就參考它了就好了 我就自己做一個新的 好自己做一個新的 這樣OK嗎 可以來 那你回去看一下 看看如果剛剛還沒有收到信的 看看已經 有沒有收到你的認證信了